大家好,我是可嘉妈妈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这里每天分享各种实用的养生知识 希望能给您带来健康 如果觉得本视频对您有帮助 请给我点个赞加订阅 感谢您的支持 最新的数据显示 很多老年人都有腿疼的问题 常见的有腰椎管辖载症 腰椎肩盘突出 膝关节固定性关节炎 骨质疏松症 风湿 肋风湿关节炎等等 都会引起老年人腿痛 中医认为老年人肝肾不足 气血虚弱 容易导致筋骨肌肉 湿痒而出现腿痛 由于脏腑功能下降 更容易受到风寒湿等的外血清洗 使经络不通 不通则痛 另外老年人血液循环减慢 容易导致血液循环不畅 血液淤积 这也会导致老年人的腿痛 这些看似不起眼的问题 如果不及时去治疗 慢慢就会拖成大问题 最后导致无法正常的行走 无法正常的生活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食疗茶饮 老中医喝了一辈子 坚持喝去湿排毒 打通全身的筋络 腿脚不痛 身体硬朗 首先我们来准备十颗橙皮 橙皮是一种比较常用的中药材 中医认为橙皮 胃苦 性温 具有可以理气 疏肝 造湿 健皮 疏理脾胃 气肌 化痰 湿的作用 橙皮入药称为橙皮 具有理气 造湿 化痰 止咳 健皮和胃等功效 常用于防止胸斜脏痛 腺气 乳脏 乳房结块 胃疼 食肌等症状 其果和叫做橘核 有善结 止痛的功效 临床上常用来治疗 卵丸肿痛 乳腺炎 性肿痛等症状 橘糯 即是橘皮上的一些白色的筋糯 有通糯 化痰 顺气 活血之功效 常用于治疗痰肌 咳嗽等症状 因为橘糯含有丰富的维生素P 可以有效的防止高血压 老年人多食 有益健康 接着再准备10克的枸杞 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 枸杞它是非常普通的一种滋补佳品 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有 生吃 干嚼 炒菜 炖汤 泡水喝 煮甜品 这些都是枸杞的 吃法 本草肝木里面记载 枸杞腥味肝平 龟肝 肾两斤 主要功效是 织补肝肾 一斤 明目 润肺 止咳 中医常用它来辅助肝肾阴亏 腰西酸软 一斤等等 日常中我们可以搭配一些其他的养生食材 来提高补肾 撞羊的效果 比如枸杞 加人羊货 一起泡茶 撞羊补肾效果 非常明显 人羊货有一个另外的称号叫做植物伟哥 它富含猛 可以防止男性暖丸退化 撞羊 补肾 提高性功能 建议可以坚持喝 效果会更加好 最后提醒大家枸杞不能大量服用 健康成年人每日控制在10克左右 接着再准备三克菊花 菊花具有撕散风热 皮育肝癌 清肝 明目 清热解毒等功效 临床上常用来治疗风热感冒 有疏散肺筋风热的作用 经常用来治疗因为肝癌散看 引起的头痛 眩晕等病症 菊花入肝筋 能够疏散风热 又能够清肝热 所以临床上还用来治疗肝筋风热 或者是肝癌散看 导致的目翅肿痛 并且菊花有清热解毒的作用 所以也可以用来治疗 楚穿 隆肿 经常用菊花 金银花 肝草 等药物同用 可以达到清热解毒 消散 淤肿等功效 爱业本身去除身体的湿气 在使用过程中 可以起到温筋 止痛 止血 上寒 等疗效 可以去湿 止痒 菊花 搭配爱业泡水喝 具有很好的保健 养生作用 可以去湿 排毒 有助于身体健康的恢复 菊花 我们用清水把它清洗干净 放入盘中备用 接着再准备两克左右的凌汁粉 将凌汁片打成粉末 这样就可以把它一起吃了 民间称凌汁为常生不老药 主要是它有养颜护肤的功效 能够延缓人体衰老 不关如此 凌汁的好处远远不止这些 可以增强我们机体免疫力 防止肿瘤 护肝 解毒 润肺 症壳 瘤 平喘 改善心脑血管等病症 其中 凌汁可以改善心脑血管功能 凌汁可以有效地扩张 冠状动脉 增加动脉血流量 改善微循环 增加心肌供养 改善末梢血管的动脉硬化 其到净化血液 软化血管 防止血栓形成的作用 改善心律不起 防止冠心病和老血栓等有效的功效 凌汁 再高血压等心脑血管疾病作用是卓越的 它富含凌汁酸 三铁类化合物 多糖 能够提升肝脏再生能力和解毒功能 促进肝细胞 蛋白质合成 能够输肝 拧气 降低转胺酶的作用 修复受损的肝细胞 可以明显地改善各类 行病毒性肝炎 中毒性肝炎 肝硬化 脂肪肝 酒精肝 接着把准备好的食材 全部倒入养生壶中 然后加入大约800毫升的清水 就可以了 用花茶键给它煮上25分钟左右 制作视频不易 亲爱的朋友们 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 对您有帮助 请您在下方点赞评论 加一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这里面的食材 我们可以重复煮上一遍 这样就不会造成太大的浪费 25分钟之后 我们这道茶就煮好了 然后直接倒入杯子里面 晾着温热的时候 就可以喝啦 平时如果我们散着不舒服 也可以多煮这道茶来喝 可以帮助我们清热排毒 消炎止痛 也可以帮助我们去除身体里面的湿气 湿毒垃圾 坚持喝上一段时间 你就会发现肚子变小了 湿气没有辣 颜色也越来越好 并且对于睡眠状态也有很好的改善 能够帮助我们疏通全身的经络 使我们的身体变得更加的强壮 腿脚更加的灵活 这道养生茶 我们不需要经常喝 一周煮上两至三次喝就可以了 可以在早上或者是晚上睡前喝一杯 特别是中老年朋友 可以经常煮来喝一喝哟 对于我们的身体 有非常好的保健作用 这道茶里面加入了橙皮 会有一些干苦的味道 如果不喜欢这种味道 可以加入两颗冰糖中和一下 好了 今天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